陕西汉中挖出迷惑众人的诸葛亮墓 除了奇特的棺果外观之外 内部机关的恐怖程度 让专家腿脚发软 最让专家意想不到的是 在这座墓葬的不远处 竟然还存在着另一个墓葬 这一幕的出现 让见多识广的专家 一时摸不着头脑 那么究竟哪一个 才是真正的诸葛亮墓呢 它的墓葬真的像传言一样玄幻吗 先给探长点点赞 我们接着往下看 2018年 一考古团队在陕西汉中进行考察的时候 一考古人员突然说道 既然我们考察来到了这里 何不顺带去一趟武侯祠呢 于是在他们完成了几天的考察工作之后 起身前往了武侯祠 谁知这一去 竟让他们发现了一个惊天秘密 在武侯祠大殿的后方 有一座巨大的墓葬 是当年诸葛亮死后的埋葬之地 但是在考古人员对这里参观的时候 却发现在武侯祠周围的一片树林里 还树立着一块牌匾 上写着 汉丞相诸葛中武侯之真墓 在这块牌匾的后面 是一块巨大的墓中 这一墓的出现 让考古队员一时愣住了 当年这诸葛亮死之前 还搞了个影分身 这两座墓葬究竟谁真谁假 为了探究这件事情的真相 他们询问了这里的工作人员 工作人员说 想要分辨这件事特别简单 看牌匾上的字就可以了 这句话把专家听得一头雾水 这两块牌匾难道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 工作人员说 这就要从两千多年前的历史说起了 当初白连教起义 采用北上战略攻打汉中 那会儿正巧 宫中战士正在平定金川战士 因此防守的力量十分薄弱 他们一路顺风顺水地打到了京师 等嘉庆皇帝意识到这件事情的时候 一切都已经为时已晚 但即便是这样 嘉庆还是抓紧时间 调动了各地兵权进行奋力的抵抗 但是在敌强我弱的这种情况下 清军很快失守了阳谷寿张两地 气势大涨的白连教打算持续北上 只取嘉庆首级 但是没想到 因为一个失误中了伎俩 在他们路过一个山头的时候 看到山顶有清军的旗帜飘扬 原以为他们在这里埋伏 白连教想着 如果现在贸然冲过去 必然会打自己个措手不及 于是就先撤退了 后来这件事传播到民间之后 百姓都说 是因为武侯词中的诸葛亮显灵 救了嘉庆皇帝一命 嘉庆听到这一消息十分的高兴 为了表示自己对他的感谢 大手一挥 重新写了个牌匾 让人送到武侯墓 那为何武侯墓中会有两块牌匾呢 陕西汉中挖出迷惑众人的诸葛亮墓 墓中机关复杂 无人赶入 随后两座墓葬的出现 让专家摸不着头脑 那么这两座墓究竟谁真谁假 但是根据当时民间的传言所说 诸葛亮当年并没有埋在武侯祠 一千多年前 诸葛亮在武藏园一战后 病入高荒 他知道自己的时日已经不长了 但是此前他就算到 不出几个月 蜀国就会灭亡 一旦司马仪逮住这一机会 就算自己已经死了 也一定会被挖出来 于是就给刘善说道 在自己死后 不要大张旗鼓 仅仅是身边人知道就可以了 等自己死后 就将尸体放在棺果内 找几个人用绳子抬着 一直往南走 绳子到时候断到那儿 就将自己就地葬了就好 等到一切都整完之后 就在外部散发消息 声称尸体埋葬在了定军山上 这样一来 好歹还能保自己一个尸骨完整 交代完这些话没几日 诸葛亮就撒手人寰了 刘善按照当初他所交代的那样 找到了几个年轻力壮的小伙子 抬着诸葛亮的棺果 一直往南走 但是这几个小伙子 走了两天两夜之后 抬棺果的绳子 还是丝毫没有要断掉的意思 于是几个人一合计 反正现在已经出了宫门这么远了 刘善也不知道 这绳子到底什么时候断掉 干脆就在这儿挖个坑 把它埋在这深山林中 有了计划的几个人 说干就干 没一会儿就挖了个坑 把诸葛亮给埋了 然后兴致勃勃地 回到蜀国 找刘善领赏去了 沉迷在悲伤之中的刘善 起初根本没有意识到 这件事有什么问题 毫不犹豫地 就赏了这几个人一些银子 让他们走了 但是第二天 刘善意识到 这件事情好像没有那么简单 当时台关用到的 都是很粗很心的麻绳 怎么可能就用两天时间就断掉 于是当即下令 把他们抓起来问个清楚 在刘善的一番拷问后 他们把事情一五一十地交代了 但是再问他们 把诸葛亮埋到哪的时候 当时只知道自己一直在往南走 走了很久很久 实在是走不动了 只能随便找个树林把他埋了 听到这话的刘善 当场大怒 没有一丝犹豫地将他们卡了头 但是至于诸葛亮 观果的真实存放地 成为了流传千年的秘密 陕西汉中挖出迷惑众人的 诸葛亮墓 墓中机关复杂 无人赶入 而墓中的一个发现 揭露了刘善的真实面目 那么在这座墓葬之中 究竟发现了什么呢 而当年诸葛亮显灵这件事 是闪肝总督搞的鬼 他知道 在当时的那个局势之下 自己根本不可能带领军队 打败白莲教 于是就想出了诸葛亮显灵这一伎俩 但是为了避免自己的骗局 被嘉庆皇帝知道 他就趁着那块牌匾 没有送到武侯祠之前 在那里临时建起了一座墓葬 以此来混淆视野 等到嘉庆皇帝的牌匾送到之后 他们就将之前的那块给取掉 因此嘉庆皇帝所给出的那个牌匾 是假的诸葛亮墓葬 了解了事情的真相之后 专家再次询问道 那这墓葬里真的有诸葛亮的尸体吗 工作人员回复道 早年间的时候 确实打开过一次这一墓室 所有人都满心期待的 以为棺果内会有什么东西 但是除了一滩泥水之外 没有任何的东西 不过在这座棺果的旁边 有一本史书 上面记录了关于刘善的一些事情 书中讲到 其实刘善不是人们心中的昏君 刘善当皇帝时候 自己才刚刚成年 面对那些勾心斗角一窍不通 但是好巧不巧 诸葛亮出现了 他帮助刘善处理朝廷政务 以及解决外交问题 和孙无和解 逼退曹魏大军 在这些事情上 他都处理得游刃有余 对于别的皇帝来说 如果出现这样一个 能力如此高强的臣子 必然会居安思危 但是刘善丝毫不会担心 因为他心里很清楚 诸葛亮全心全意地对待刘善 而在一些事情中 刘善人傻心不傻这件事 也体现得非常彻底 在洋疑之争的时候 刘善看到当时的局势 无论战谁 都有可能导致自己丧国 因此他选择了中立 这也就说明 刘善不是真的傻 这本古书的出现 也让刘善在人们心中的形象 有所改变 好了 今天的视频到这里就结束了 对此你有什么想说的 欢迎在下方评论区留言 我们下期再见